好了 鄉親啊 後一拜五就是看年夜 有時候要來消透到人條 台北財運從三十一號載氣六點開始 四十日休息 都沒有要上班 台北財運每一年的看年 都會推出到雕天團 主修理的財運站來修好離家安全 今年也是一樣 在人條的熱點站 印度分流人條 也會唱歌 說唱歌 背叛大家迎接到新年 如果要出門來看年 就要穿好燙 明天才開始 當北貴風全共 三十一號看年煤 東港 台南一百 十四度 十五度 那是一個很寒冷的看年煤 這條天團 都沒有出動 都在看年煤 台北財運看年 從十二月三十一 在早上六點到一月 十一晚上四十二點 兩十四十二點前 背叛大家燦場 調天團的站在市政府站 四大熱點的日子來做支援 四十二小時不收班 朝天台陪你開花蓮 YA 北財希望大家把通關閉閣機就好 自榜南山 寒淡水 星期山 兩山進場 請自榜南山 淡水 星期山 上山 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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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開 2000片開市政府站 頂頂的熱點 北財今年也頭一次 運用創新口機 頭過台北財運購的APP 可以擦每一個路線車身有多錢 知道自己能有辦法進進去 你只要心講悔悼 還有百多的調天團說笑話 讓你聽 阿莉博士有一天 他得了老人痴呆 那他會變成什麼 他會變成 阿莉是誰 好 謝謝 謝謝 我覺得看你 大家要穿多一點 因為你講得很冷 真正的雞腿整個衣服 因為拜祭開始 當北貴風前宮 這段冷空氣影響最大的就是跨年夜 要跟日空日日說再見 一定要跟你的外套穿得好